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韩国旅游团正在玩残太鲁阁,有一名前记者近日在脸书分享他的观察,指花莲观光虽然很惨,但前往当地的车票却还是一票难求,并将原因指向用一日游来玩太鲁阁的韩国旅游团根本是用最少的成本,最快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式旅游,虽然形成看似便宜又大碗, 但韩国旅客留下的印象只有太鲁阁,却光,不好玩,很累,而且东西不好吃,该文PO出后引发许多关注,但也有人质疑韩国团正在玩残太鲁阁这样的标题有误导之嫌 前记者陈志东在脸书发表韩国团正在玩残太鲁阁一文,并指日前有部落湾山岳村村长邀他到太鲁阁赏眉,但他在信冲冲开始安排行程后,却因买不到车票而取消计划,村长则疑惑地表示怎么会没车票,现在花莲观光很惨,各饭店住房率差到不行, 不过他们在仔细讨论后则认为问题出在韩国旅游团,陈志东认为近两年韩国旅客众多,但多为四天翻页短天数,在太鲁阁的玩法更是只有一日游 通常都是当天上午从台北或江西出发,搭火车到新城,在山下用过团餐后由游览车送进太鲁阁,到了傍晚就搭火车回台北或江西,住在费用较低廉写短天数行程较顺畅的饭店里,但这样的行程不仅会让真正想到花冬度假,或返乡的游子,买不到车票,留给花莲的也只有一份团餐的收益 对韩国旅客来说,更是只有不好玩,很累,而且东西不好吃的印象,陈志东说,因为吃的是团餐,加上太鲁阁一日来回,又只有走马看花,怎么可能会好玩 陈志东也指出,在只想每个人头赚300元的旅行社操作手法下,珍贵的旅游资源或生态美景,变得低俗廉价,变得一辈子玩一次就够了 他也直言如果台湾政府只重视游客人数,放任这些害虫旅行社短视尽力把泰鲁阁拿出来消架竞争强客,略夺花冬车票,却又败坏台湾旅游口碑 等过两年韩国游客远离,那时再来检讨已经来不及了 该文PR出后引发不少回响,不少人都认同陈志东的看法,并指自身到当地旅游或搭乘火车的经验 质疑台湾旅行社短视自残,这些问题确实正在发生 不过也有部分网友提出相关质疑,包含标题将问题怪罪给韩国旅游团有失误断及有误导之嫌 以及韩国团的人数没有多到会造成火车票一票难求 有问题先怪政府根本是搞错对象 陈志东在回应网友留言时则表示 现状是韩国组团旅行社及台湾地阶旅行社一起合作 操作韩国旅行团泰鲁隔一日游 韩国旅客没有错,韩国旅行社就不一定 但别国的旅行社我们管不着 我对韩国也没敌意 重点是台湾旅行 涉与台湾政府可以思考是否能有更好的做法 火车不是斑斑停行程 不能将花东车票难买全部归咎韩国团 但一日游的方式真的太糟蹋泰鲁隔了 应该要有更好的方式让他们看到花东的美 海岸小站或许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真的没有统计每天有多少韩国旅客到泰鲁隔 也不推测 更当然不会所有韩国旅客都到泰鲁隔 我只是在谈这个现象 并希望陆客旅游品质低落而全面崩盘的现象 别再重演等